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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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说上帝决定的 所以你要如何的 很清楚的认识你自己 你如何的看自己 不会高也不会低 是因为你看到了 耶稣眼中的你 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 你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我们这个罪人 却是上帝 愿意为了我们 甚至牺牲他生命的那一位 你开始明白之后 你就知道你能得救 完全出于恩典 你能够服事 完全出于上帝的祝福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得救 是因为你被拣选 你开始明白 你自己的身份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我是天国的子民 我是上帝所拣选的 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那么我在地上要做些什么 可以慢慢说 我要成为 行使天国权柄的人 你相信这件事情吗 你在今年的年度开始 我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开始提醒你 你开始在你的穿着上面 有一些的调整 是你可不可以看起来 像是一个天国的子民 你可不可以看起来 像是一个神国的代理人 你觉得神国的代理人 会用什么样的样式 出现在我们当中 他是不是看起来 第一个 他就是有一个容美 他看起来是漂亮 是干净的 能不能在 这个 你如果一个礼拜 只有洗一次头 能不能在你的礼拜六 礼拜天 早上朝见主前 打理好你的自己 告诉别人 我是天国的代理人 我是上帝的子民 我是被拣选的 Amen 领受这个身份 你就会开始意识到 我好像不是只有穿飘飘 穿帅帅 来到主日人 来到圣殿当中 我好像该做些什么 我不是只有穿着帅 才叫做天国的子民 而是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来让别人看出 我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Amen 我们要领受叫做天国的钥匙 跟朋友说天国的钥匙 你今天领受了 拿到的这个钥匙 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它是一个属灵意义 大过实际上的价值 但是我希望你在 接下来这一年当中 如果你来参加主日 我希望你带着 它不是什么记号 它是提醒你 你在今年要行使 天国代理人的权柄 所以你必须要能到 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 让你可以记得 不然人的信心 人的意念 人的意志力 其实是很软弱的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慢慢开始 就会回到一个平民的身份 甚至变成一个天国的乞丐 生活在天国当中 你有一位 你有一位丰富 你有一位基有恩典的天父 你却过着乞丐的生活 我现在谈的不是钱 我现在谈的是天国的权柄 请不要只是用钱来衡量 你是否得恩典 我要告诉你 你带着极大的权柄 来对这个世界说话 Amen 今天你要领受的 就是天国的钥匙 这样提到的关于钥匙 其实它只有八节 八段 既然谈到钥匙 钥匙是用来干嘛的 开 跟锁 对不对 有人跟我说 牧师你知道吗 钥匙的发明 就是把真正会需要 进出的人锁在外面 但是常常忘记带钥匙 才会这样子 有钥匙就一定有锁 锁跟钥匙是同一个搭配 它是一个set 光有钥匙没有锁是没有用的 光有钥匙你不开锁 也是没有用的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钥匙是打开跟关起的一个重要的器具 你一定是利用钥匙打开些什么 或是利用钥匙关上些什么 这样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钥匙就是用来打开跟关 开跟关 换句话说它是用来干嘛呢 它是用来捆绑 跟你朋友说捆绑 跟权柄 拿着你的天国的钥匙 开始领受在今天生命中 你要得到的祝福 就是你开始要捆绑 或者是释放一些事情 你会发现透过你可以打开天国的大门 让很多人认识到天国 也透过你天国的大门可能会被关起来 你今天超级重要 因为你带着钥匙 拿钥匙的人 Amen 奉耶稣的名今天要来一起领受天国的钥匙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开启天国的门 那我们来看到一段经文 可以来帮助我一下念一下好不好 来 预备 请 耶稣到了盖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 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 世喜约 耶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 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属血肉的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之盘石上 因真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你今天要把这段经文 深深的烙在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我会重新的来解释这段经文 有很多你曾经 看过 但是你其实不明白的 我会重新的讲清楚 在你的生命当中 看着你手上 那个象征性的钥匙 你要开始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手上一样戴着这样的权柄 你开的 天上就开 你捆绑的 天上就捆绑 Amen 首先你要先明白 谁拥有天国的钥匙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16节好不好 起读一备 请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他带着门徒一起去 如果你们之前有跟着教会的信息 或是你曾经听我提过 这个地方是属于北边 对不对 他的上面就是黑门山 所以耶稣在这里 他有一些的分享 然后他有一些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故事 接下来他就带着三位门徒 上去 然后他登山变像 这个是整个福音当中的一个最高潮 也就是耶稣从原来别人认识的一个拉比 到别人发现原来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跟他们说弥赛亚 这个地点有非常重要的转折 该撒利亚菲利比 就叫做属该撒的菲利比 在加利利海 就是整个以色列的 加利利海的北边 大概40公里 所以他蛮远的 黑门山的三角下 他以前叫做巴利加德 在约书亚记的13章5节 他叫做巴利加德 他后来也被称为什么 来往下看 巴利黑门 黑门山下的巴利 是在历代之上的5章23节 后来呢 这个地方叫做潘尼亚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区的人 膜拜希腊神 从原来的这个迦南的神 后来他们开始 所以当他们转变了信仰 这个地方就换一个名字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被命名为 该萨利亚菲利比 所以谁是这个地方的 统治者跟权柄 该萨 这个地方一直都有权柄统治 但是从来就不是属上帝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太的王 分封王王叫做菲利 这个菲利他的身份很特别 他的妈妈很特别 他妈妈叫做克利佩托亚 有听过吗 埃及艳后 他的妈妈是埃及艳后 然后呢 所以他的身份 他就被分封在这一块 是属于他的 然后他献出他的决心 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 叫做盖萨利亚菲利比 他是为了纪念这个 这个叫做比刘斯 好 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这地方有丰富的水源 然后土壤丰富 这里面有一个 最让人记得 以后你记得 只要提到盖萨利亚菲利比 你就记得 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非常狂热的宗教崇拜 跟你说狂热的 狂热的 他们对于宗教的行为 对于宗教的祭祀 甚至对于宗教狂热 是非常的远超过 其他的地方 你如果看到我们 现在的这个背景图 可以帮助我回到 这个投影片上面 你看见他这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大的岩石 而盖萨利亚菲利比 后面全部都是神龛 他们在这个岩石当中 挖进去 挖到里面去之后 在里面雕刻偶像 这边是一个山壁 对不对 耶稣站在另外一个 大的这个盘石的上面 耶稣带他的门徒 来到这个地方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 我是谁 耶稣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说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来跟你分享一件事好不好 你知道并不代表你认识 有很多人知道耶稣 但并不代表认识耶稣 耶稣正在这个地方 站在盖萨利亚菲利比 神龛的对面的盘石 大盘石上面 他带着门徒 他问了门徒 看到这些偶像了吗 你们说 我是谁 我是谁 耶稣问了门徒 这一句话 那统称 有什么 是什么 你说我是什么 你说我是户 你说我为什么来这里 耶稣所要问的问题是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我的真实的身份 你跟了我这么久 你到底认不认识我 耶稣到了盖萨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地方是很多崇拜 而且基本上这里 不是属于上帝掌权 他们也不愿意献给神 耶稣来到盖萨利亚菲利比 看见对面的全部都是神龛 全部都偶像崇拜 正有人来来去去进行崇拜的时候 耶稣在这山顶上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门徒们 门徒们 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怎么说呢 来我们十四节好不好 一起读 预备 请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 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Amen 耶稣问说 你们说我是谁 而门徒们说 他们都传说 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你是上帝使用的仆人 然后呢 你是以利亚 很有能力带着神迹 你是耶利米 你是那懂上帝心意的人 或者是众先知当中 其中的一位 我告诉你 对众人来说 耶稣是拉比 是可能很有能力的人 所以百姓的思考 百姓的认知是众说纷纭 这并不会意外 但耶稣问的是谁 看我好不好 你跟他说 耶稣问的是我 跟他说 耶稣问的是我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原文强调的是你们 你们 怎么看我的 你们跟着我 跟着吃 跟着喝 跟着我一起服侍 跟着我一起赶路 跟着我一起休息 跟着我 看着我行神迹 我 你们认为我是谁 他其实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是怎样的一个耶稣 你知道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 我们会透过别人来认识主 某某人祷告 得应允 好感谢主 某某人又有什么恩典 某某人怎么样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耶稣 虽然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对你来 对你看着我 对你对你 没有实际上的经验 有一天耶稣会问你 他说姐妹 你说我是谁 你说你是 你是耶稣 我是耶稣 这是我的名字 我是谁 你觉得是谁 有人认为耶稣是什么 是我的朋友 有人说什么呢 有人说耶稣是我的供应者 sponsor 有人说耶稣是我的长官 有人说耶稣是先知 有人说耶稣是我的医生 他医治我的疾病 有人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还有人认为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那位欠我钱的人 对不对 你每次跟上帝祷告 好像一副他欠你钱 主啊你再不给我 我就要找别人 是怎样 是欠钱不还的概念吗 你怎么对待上帝啊 你怎么 你认识他吗 我们很多的人来到教会 来到圣殿当中 我们来崇拜耶稣 我们来赞美他 可是我们并不认识他 你到底认为耶稣是谁 有没有可能 我们跟耶稣同行这么久 有没有可能我们信耶稣 信那么久 却像天国的乞丐呢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面对许多事情 从来不肯奉耶稣的名说话 面对许多不公业的事情 从来不愿意跳起来 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来发生 然后遇到许多事情 遇到仇敌的攻击 我们总是什么 逆来顺受 你不知道行使天国的权柄 你没有带着天国的钥匙 你在做天国的乞丐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耶稣 弟兄姐妹们 在今年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你认识耶稣 你跟他同行 你知道他是神 你知道他是弥赛亚 那么你就要活出 那个弥赛亚的跟踪者的样子 你们不要活在天国 却做乞丐 你应该成为天国的代理人 你跟旁边说我是天国的代理人 所以当耶稣站在盖撒利亚 你看到全部都是神龛 都是偶像崇拜的时候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了 就是耶稣的大弟子 对不对 个性火热 冲崩 要表现从来不会 从来不落人后的 那个人叫做彼得 对不对 来我们往下看 彼得立刻跳出来 回答了一句话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 基督的这个是 因为他是新约圣经 基督Christos 他原来的意思叫做 承接高游的受高者的意思 那他旧约指的是什么呢 旧约指的就是 先知君王祭司 但是主要在形容的是 往下好不好 是那一位 来我们一起读好吗 预备请 神就百姓最终以公义和平统治 列国的一位君王 弥赛亚 基督就是 在犹太人传说当中 未来要坐在大卫的位置上 建立起那个不可动摇的王国 然后呢 最后来和平统治列国的一位君王 所以所有人都在期待 弥赛亚的出现 但他们看见的 并不是属灵上面的意义 他们看见的是认为 接下来会建立一个国家 像大卫一样 然后众人都来朝拜 来臣服 这是我们以色列人的 辉煌的时代 大家认为的是这样子 所以不会看见的是一个 穿着 虽然是穿着戏马仪 但是 好像没有什么行头 也没有什么身 也没有什么尊贵的名称 就在这边行善 医治 教导的人 他不会认为这样的人是 弥赛亚是基督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彼得跟耶稣在一起 彼得就 他就说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我要三次不认你 他没有说这话 是后面才发现的 我很欣赏彼得 彼得是什么呢 彼得很真诚 他爱主是真的 甚至耶稣为他洗脚 他说耶稣你不可以帮我洗脚 你公共不可 耶稣说如果我帮你洗脚 你就跟我没有份了 耶稣说不单洗脚 连我的头也洗 因为彼得就是这样的人 彼得爱主是真的 彼得不认主也是真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知道彼得是非常血气的人 他却说出了这属灵的话 这句话让他名流千石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在原文的当中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的原文里面都有加定罐词 代表的你是那一位 他不是代表你是众多当中其中一个 你是那一位基督 你是那一位永生 那一位神的那一位儿子 就是那一个 跟你妈妈说就那一个 这一段原文的意思就是彼得说 你就是弥赛亚 你就是我们在等的弥赛亚 当你没有办法认出耶稣的身份的时候 往下好不好 你会用什么呢 你会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上帝 真神假拜 你来这里看耶稣 我们在侍奉学校的课程当中有提到 其实在整个会幕的敬拜当中 你进去里面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先献祭 你要透过献祭 你要透过奉献来进到 来上来到神的面前 你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是聚会 最后给教会给牧师的小费 不要这样做 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一毛钱都不要丢 因为你的奉献会羞辱了神 你的奉献会玷污了整个我们的奉献 不明白不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明白一件事 当你能够奉献 那是你的权柄 当你能够透过奉献 进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朝建主的必经之路 可是我们会用错误的方式 来对待上帝 我们把上帝当成一个 召你来就来 叫你走就走的小弟 我的生命中平常没有上帝的掌管 完全没有上帝可以智慧的空间 但现在我需要的时候 来 你会这样对待神吗 你是这样对待神的吗 当你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上帝 你的生命中 你的信仰里面就看不到恩典 我常常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你要看着我 当你跟上帝是all in的时候 你的祷告就会完全不会客气 如果你总是跟上帝斤斤计较 你总是跟上帝算东算西 你的十分之一原来应该是2532块 你就2532块 甚至你觉得你就抹个零2500 你就永远知道你欠上帝 你跟上帝过不去 你的祷告就过不去 你总是在祷告当中 你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恩典 你心想说我欠上帝一条 我不爱他 我一天到晚这个那个 我跟上帝之间 我没有对他很好 他为什么要对我好 你的祷告怎么会有利 你的祷告怎么会天经地义 当你今天所有一切都不留给神的时候 你又怎么渴望上帝 你觉得上帝会毫无保留的给你 上帝会 但是你不敢拿 你懂我的意思 在看着我 上帝会 但你不敢拿 你不敢这样祷告 你真的认识主吗 你能够认识主 你就会知道你身上带着权柄 你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 你就敢行使天国的权柄 你不认识主 你拿着钥匙 金做的 白金做的 钻石做的 一点用都没有 各位你拿到手上的 你拿到 现在带着的这个钥匙 是一个象征性 你真正的权柄 是你要从神领受 你如果完全不明白 你不认识主 你就会拿着再贵重的钥匙 开不了任何一扇门 再次跟你旁边说 我是天国的子民 我是神权柄的带领者 当你用错误的方式 对待上帝的时候 你会有错误的期待 好 我现在给你一个问题 我们来发想 今天晚上耶稣来造访你 他说 某某姐妹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弟兄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请问 你会跟他提什么呢 巴迪买说 我要能看见 那你会说什么 我要能够 看见我的账单被偿还 一个永生神的儿子 你的救主来到你的面前 然后你跟他说 请你帮我付账单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 好可惜 你会跟他求什么呢 你会跟他求什么 就代表你对他的认识 我们享受我们彼此的关系 但是你真正来到这个地方 你要问的问题是 我跟上帝熟不熟 这个问题我希望你留在 你的心中 在今天信息 在我们的聚会结束之后 你好好地仔细地 琢磨跟思想 我真的认识上帝吗 在我穷困之时 我认识上帝吗 在我极丰富之时 我还认上帝吗 神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 我的祷告是什么 我的祷告总是拿着清单 告诉上帝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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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的清单告诉他说 你要帮我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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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跟他说 你欠我这个 你欠我这个 你的祷告的内容 就是你信仰的反射 跟你旁边人说 我是天国的代言 我是上帝权柄的行使者 今天你要领受的 你拿到的这个钥匙 是天国的钥匙 但是这钥匙是谁的 是耶稣的 Amen 要明白知道 这个重要的概念 你在今年开始 就来行使天国的权柄 那是谁 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天国钥匙的拥有者 跟他们说拥有者 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人 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对象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接收天国钥匙的人 往下好不好 我们要来学习 也要来看到 天国钥匙的继承者 大家一起读 预备 请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 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约拿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 所以耶稣说 约拿的儿子西门 他正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是肉生生的 你是血气的 你是属肉体的 所以你应该理论上 你都是听肉体的人的建议 你听肉体的人的 给你的 给你的 这些的意见 但是在这一刻 你却不是属肉体 跟你旁边说 不是属肉体的 你是属上帝的 因为若不是神的指示 你没有办法清楚地 来认识我 很多很多的宗教 都是血肉的人 死掉 然后他来指示你 我有没有讲错 唯有基督教 唯有信耶稣的人 是从上天来的指示 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 你们以为这属血肉指示你 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这代表的是 他所得到的启示 是来自于 从神来的 而不是来自于众偶像 而不是来自于 旁边的婆婆妈妈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这时候旁边的婆婆妈妈说 基督啦 基督啦 跟你说基督啦 不不不 他不是这样说 真的吗 是基督吗 是基督弥赛 耶稣你是弥赛呀 不 他得到了启示 他为什么这么穷繃 常常说错话的人 的彼得 居然说出了这么重要 这么精准 这么惊天的一句话 他说你是基督啊 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不是你说的 这是你得到的 启示 跟他们说启示 里面谈到的是什么 是 虽然是属血肉之躯 可是能够领受属天的启示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一个领受上帝 从天国钥匙 注意看我 领受天国钥匙的人 你要能够听到上帝说话 我讲的意思是听到 从神来的启示 跟你妈妈说启示 启示 那 我为君哥 牧师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听到耶稣说 可是难道你没有启示吗 我来再看我看我 我要来释放你 所谓的启示 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有透过显现 声音 异象的异梦 还有什么呢 透过圣经 透过圣经 你会读圣经 你就能领受启示 第二件事情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能领受启示 你能够信耶稣 绝对不是 你自己的能力 你来到教会会信主 不会是只因为 有漂亮的女生 约你来教会 或者有帅气的 有帅气的哥哥 或者是 有好吃的午餐 你会信耶稣 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跟你旁边说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启示 有许多人在为你祷告 让你属灵眼睛开了 你看见耶稣 你才会信他 也就是说 当你开始信主 当你开始愿意 接受洗礼 你开始愿意 委身在教会当中 你就已经是一个 领受启示的人了 只是程度的差别 所以你已经有个开始 不要告诉我 你听不见上帝说话 你会信主 我这边有一个弟兄 他当时受洗 是一个突然间出现 大家问他说 前面有人在洗礼 他说我也要洗 弟兄啊 你说这话 不是凭着血气 乃是圣灵指示你的 突然间就有一个感动 他起来 他说他要洗礼 那就是神的作为啊 你怎么会觉得 你听不见上帝的话语跟声音呢 跟你旁边讲说 我能领受启示 那启示到底什么意思 这启示是一个动词 大概就是有 聪明显露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钥匙的权柄 魂绑跟释放权柄 给所有人 也就是我们 我们是有拿到 我们是领受的 好 那这个 你大概知道 彼得是最先拿到的 好问题 当你要领受天国的钥匙 你需要先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能听见 你愿意听见启示 跟旁边说我要领受启示 所以我在今年 要挑战你一句话往下按 操练这个事项 叫做听从 听见跟顺从 听见是操练你的属灵 操练你的听从的声音 那什么是顺从 顺从是操练你 对上帝主权的阿们 跟旁边说阿们 听见却不做 我太太有时候会跟我讲 她说 我常常跟你讲话 你都不理我 因为我知道我听了 我如果说 我回应我就要做 她说你帮我拿个什么东西 我假装没听见 是因为我其实并不想拿 我可能要去洗手间 我太太可能跟我说 去帮我拿个饮料 我听见了 但我不想顺从 所以我假装没听见 去上厕所 对不对 可是你不可以这样操练 你听见了 要回应 说 收到了 透过你的回应 告诉别人 你能听见上帝的声音 透过你的回应 告诉耶稣 我是听见你的声音的人 那么你就具备了领受 这个钥匙的第一个条件 好不好 拿着你的钥匙 跟上帝说 我要听见你的声音 我要在这边简单做一个小节 在今年我邀请你 我也要求你 在主日带来到圣经的时候 尽量的用你最好的样子 来朝见你的神 是因为你带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 你带的身份是神国度权柄的代理者 你要行使天国的权柄 所以你应该要先认识自己 在这一天穿着漂漂亮亮的 朝见你的主 第二件事情 你不单单只是穿着漂亮 你可以精绪其外 败绪其中 你可以穿着衣服很漂亮 但是你完全不是属上帝的子民 我要你认知你的生命当中 着实的是带着这个身份的 所以你需要清楚地明白 耶稣是谁 你明白自己 你明白自己的身份 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 从你的穿着 自我认知 再接下来 我是天国的子民 我是神国权柄的代理者 那我要做些什么呢 我只是一天到晚宣告 钱到我的口袋吗 还是我开始要做 耶稣做的事情 凡我所到之处 别人要得恩典 凡我所到之处 可能别人就要吃饱 凡我所到之处 他们要得一致 因着耶稣的关系 Amen 你就会开始看见你的钥匙越来越亮 因为你正在使用它 所以彼得 耶稣肯定彼得是有福的 说西门八约拿 你是有福的 这不是属血气的血肉指示你 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后面还有一个十八节我来念 他十八节说什么 他说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也就是说感谢你 谢谢你 这个我还要告诉你的原文的意思 你先听我说 他的意思是我也要告诉你 你认出了我 我也认出了你 你因为神的感动 认出我的身份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也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 当你愿意回应上帝的时候 注意听到注意听到 吸在你的笔记里面 当我能听见 我能够认出上帝 我能够正确的对待神的时候 神会开始不断的对我说话 耶稣会说 姐妹 我也告诉你 弟兄 我要告诉你 你先听 上帝就会一直说 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 你不只只要看见你的神迹跟歧视 而是你跟耶稣的关系 是毫无拦阻 是畅通的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为什么是脚前的灯 一步一脚印 你脚下去踩下去 它才会亮 代表你要一直跟着耶稣 了解吗 你没有办法回头 你每一步每一步都要问主 每一步每一步都跟上帝来 讨论你的未来 每一步每一步都来 进到你的命定里面 所以你的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代表 你要一步一驱 这是彼得 拿到天国 第一个拿到天国钥匙的 第一件事情 是他能够领受到上帝的启示 我要奉耶稣的名 你要领受上帝的启示 Amen 第二个事情 我们要看到我们怎么拥有 天国的钥匙 还有第二个 很重要的关键 往下下好不好 就是你开始要 真实 着实地经历到 生命的转变 我来看经文 我来念好了 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 耶稣说了一句 奥秘耶 他说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西门 巴约拿 彼得 他在约翰福音当中 被称为 彼得17次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西门彼得 17次 称呼西门4次 往下 这个西门的原来的意思 他是 英译的 他原来就是 西伯来文的西门 原文是 听见的意思 所以大家通常都称呼 他的原来的名字 西伯来文的名字叫做 西门 西门 其实在希腊文当中翻成西门 Simon Peter 好不好 所以Simon这个字是 西伯来文 他是听见的意思 我们知道有一个老先知 叫西门 看见耶稣 那个也是同一个字 有的 希腊文的名字叫Petros 记得我说的这个英文 因为耶稣 接下来玩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双关语 他说你是Petros 这个彼得 原来的意思 就是小石头 他所泛指的 注意看 他所泛指的是 大石头当中 龟裂 掉出来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不是圆的 我用的图 不是非常符合现状 它是裂开的那种岩石 那个叫做Petros 他说我告诉你 你是彼得 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圣经上形容西门 跟形容彼得 是两个不同的意义 你可以看我好吗 当他们形容西门的时候 通常 这是他还在做罪人的名字 他生命中还没有改变 所以可能他在说 西门什么什么的时候 通常后面带来是责备 或者是西门 可能做了哪些 没有那么属灵的事 等他称他为 彼得的时候 这代表他做的决定 是有一些信心的活动 改变之后 来看着我好不好 你有没有改变前 跟改变之后的见证呢 你的生命中 有没有提升 或者是有没有转变 你就告诉上帝 我是否能够承接这把钥匙 Amen 能够听见启示 而且愿意遵循的人 这个人拥有 得天国钥匙的资格 第二个 他能够得到资格的是 他的生命中 确实地经历了很多的转变 你可以现在仍然是西门 牧师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不在乎你现在是怎么样 还记得吗 我常常这样说 你现在的你不是你的错 五年后的你就是你的错 现在的你 之所以去到现在 可能有许多环境 有许多家庭 有许多你不得不产生 不得不背负的事情 五年之后 如果你还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你的问题的 因为它代表 你认识了耶稣五年 却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 完全没有任何的 得释放的概念 那就是你的问题 今天奉耶稣的名 领受天国的钥匙 跟朋友说天国的钥匙 天国的钥匙 我们要成为一个常常听见 而且常常跟上帝沟通的人 我们要能够看出 我们的生命中是有转变的 那你带着钥匙 会带着极大的能力 第三件事情 我们往下看好不好 那么天国的钥匙 你拿到这有什么功用 马太福音16章 18节后段到19节 一起读 预备 请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子上 因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今天你要看到 这个天国的钥匙有哪些功用 首先第一个功用往下好不好 你要领受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建造教会的权柄 Busclesia就是希腊文的教会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神呼召的一群人 一群蒙召的人在一起 那个叫做教会 所以什么叫做牧养教会 牧养教会并不是盖漂亮的教会 牧养教会是带教会当中的 里面的人越来越认识主 他说了什么呢 建造教会的权柄 我们看到经文 耶稣说了 他说我在说你是彼得 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 盘石上 跟你旁边说盘石 彼得的希腊文叫什么 Petros 对不对 往下看盘石的意思 盘石的原文叫Petra 站在该撒利亚菲利比 你看到前面是神龛 所有的岩石当中 有人凿进去许多的偶像 众人都进进出出在那边拜拜 在那边的献祭 而耶稣站在神龛的对面 另外一个很高的山 盘石的山上面 他问众人 他说你们说我是谁 众人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只有彼得跳出来 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听得太高兴了 终于有人认识我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不是你自己觉得的 不是这些凡有血气的人 挂掉的人来指示你的 是上帝指示你的 所以因着你的属灵的洞见 因着你能听见上帝的启示 你要叫做彼得 你是要做Petros 你是彼得 但是我告诉你 你是彼得 不要太嚣张 不要太开心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在盘石的上面 你是Petros 但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在Petra上面 这样子有没有 它是一个双关语 我们有的时候 被上帝使用 我们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觉得 今天这个教会的牧师 这个教会的传道 这个教会的区长 好像很有权柄 我告诉你 你是Petros 你是那磐石当中的一小块 是上帝恩待你 简学你 给你一些恩典 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只是Petros 而教会要建造在 Petra 磐石上面 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 是因为一个长得帅的牧师 是因为长得漂亮的师母 是因为这里东京老师 冷气超级冷 你来错地方了 你来这里是要认识耶稣 你来这里要发现 你生命中要建造在 磐石的上面 你要永远认识 这个真理 我无意跟耶稣 抢夺各位的眼目 因为我知道我完全不配 不管你觉得自己再优秀 在耶稣的面前 就完全没有办法被提及 因为你的生命中 不应该建筑在 牧师的信息 牧师的关心 跟牧师的探访 你要生命中要建筑在 耶稣基督上面 跟朋友说耶稣基督 唯有当耶稣 看是磐石的时候 你的生命中 才会屹立不摇 因为只有他能够无所不在 随时都与你同在 随时关心 随时照顾 随时清静 随时施恩于你 你看见的肉体 看见的牧师 你看见的区长 小区长 做不到这件事 所以当你把你把你的生命 放在 耶稣基督上面的时候 你会痛苦 教会 这个是建筑物 我们在接下来要建造荣耀的教会 我们要建造谁 建造你们 而不是让这边贴了金箔 就叫建造荣耀的教会 荣耀的教会就是你们 你们生命中所反射出的光 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光 而不是这里贴了亮面 贴了镜子 看起来很华丽 不是 是你们 你们让这个地方完全不同 建造荣耀的教会 就是我们被建造 所以来 跟着我来念这段话 你抄在你的笔记当中 好不好 我们往下 所以你被赋予一个指命 你要来领受建教会 权柄 跟你们说建教会的权柄 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这是必须要圣灵充满 被上帝所带领 而且拣选的 一群人才有资格做这件事情 而你很荣幸的 你被护照做件事 你是执行者 你怎么建造教会 往下看有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 一起对好不好 预备 请 简单说保罗所传的福音 保罗只传耶稣基督 跟他的十字架 包括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吸引别人来教会 我们传西施过的福音 我们告诉你 你不用悔改 我们告诉你 你不用奉献 我们告诉你 你不用准时 我们告诉你 你不用聚会 有来就好 感谢主 没关系 OK 你知道西施的福音 会害死你 因为你开始 在信仰当中 有了错误的谬论 你在信仰当中 开始真正 没有办法感受 领受到恩典 因为你把耶稣当小弟 你没有把他当神 你怎么能够 真神真败 你没有办法把他当神 你怎么会万事都交托 都寻求他呢 Amen 这是生命中 很重要的概念 传到西施的福音 然后你会开始看见 好像很多的人 因为这个 我们的标准变少了 很多人到别的教会聚会 是因为那个教会 超轻松的 什么都不管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你想干嘛都可以 教会都不管 我想在这里 教女朋友 想在这里做生意 我想在这里干什么 都可以 我甚至哪一天 我就躺在 我就把我的床推进来 我一边听信息 一边睡觉 Amen 欢迎你来 这不是教会 至少在这个荣耀风筝教会 它不是这样子的 当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标准 完全没有任何的 全部被稀释过之后 我就不敢保证 我不敢派中谷告诉你 你会进天国 我要告诉你 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 你知道教会 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 教会的大小 我们会看到服事的成就 你们会忘记谁才是 教会建造的关键 是上帝 跟朋友说是上帝 去过好基督徒的生活 去做好那个应该的样子 别人因为羡慕你的生命 来到耶稣的面前 也别人 你也要告诉他 我只传耶稣基督 并他的十字架 Amen 把话讲清楚 把话讲清楚 有一天他会恨 但他每天来只是为了吃 但他每天来只是为了开心 有一天他会恨 因为他会发现 他在天国的门口 他进不去 那是永远的恨 把话讲清楚 我宁愿你现在讨厌我 我也要告诉你 你要做这样的事 我宁愿你现在讨厌 我也要告诉你 你在教会要尽一份力 你要奉献在上帝的面前 总比最后你发现 你的投资 完全在你地上前 全部转不到天上 你在天上是一个乞丐 你会恨我 Amen 带着天国的钥匙 好不好 你要开始相信 这个天国的钥匙 是让你开始有建造教会的权柄 第二个往下看好不好 这个钥匙可以做过什么事情呢 可以胜过阴间跟死亡 换句话说 它其实可以超脱生死 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 预备 请 银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银间原来的希腊文叫做黑地斯 黑地斯是耶稣下面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银间跟死亡要把人吐出来 还记得吗 启示录 银间也要被审判 这个银间原来的希腊文就叫做黑地斯 所以他贩指什么呢 死者之境 银间 还有他贩指的就是 可能指的这个偶像叫做黑地斯 银间是人死后会去的地方 而人死后会去的地方 其实分成两个地方 你是好人坏人 会去不同的地方 但都叫银间 所以你们还记得吗 银间有分为一个乐园 就是亚伯拉罕 你记得拉萨路死的时候 不是亚伯拉罕怀里吗 这个是银间死后的地方 然后这是一个乐园 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有火 还记不记得 所以你知道那个财主说 拉萨路啊 我想要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凉水 要不然他说不行 我跟你中间有深渊相定 所以来注意看 银间里面有死人 是死人去的地方 有一个是乐园 有一个地方是地狱 就是心嫩之骨 好 这是这样子 有另外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会 把人交出来 重新面对审判 接下来叫做新天新地 跟你们说新天新地 所以教会有一个永生的奥秘 就是基督的救恩 跟你们说基督的救恩 别的地方没有 这是教会才有的 而你带着这个钥匙 你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拿着这个钥匙 告诉别人天国的救恩 教会有没有在传福音啊 教会有没有拿着钥匙 跟地狱抢人 你知道黑帝所有人死的人 都在黑帝师的手上 你有没有拿着钥匙说 不好意思我要借几个人用 那个谁谁谁来名单 某某人跟我出来 你跟我去天国 可不可以用这种霸气的方式来传福音 可不可以对仇敌这样说话 你有没有拿着天国的钥匙在做事 你想要天国的钥匙 是因为你觉得他很值钱 想要卖钱吗 还是你真的 你发现了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穿着帅气 有天国带领的样子 然后意识到你要做些什么 然后你呢 你就没做事 拿着天国的钥匙 跟地狱抢人好不好 看看你旁边的人 你跟他说 我们去传福音 去抢人 变招小生了 对不对 你拿天国钥匙 我以为拿钥匙打开是保障 怎么打开是永生 永生 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永生 你不可以 你要得着永生 因为你的钥匙打开了 别人也能得着永生 去告诉他耶稣的救恩 去告诉他耶稣为你死 去把那个能够进天国的奥秘 告诉他 这就是天国的钥匙 你今天领受天国的钥匙 除了权柄 尊贵荣耀之外 你领受了传福音的权柄 跟你好像说传福音 这是别人对你不能做的 你可以对他做的耶 再读这段好不好 请 将会的权柄是传福音的特权 传福音是一种特权啊 因为你得着福音才能传福音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得着了福音 你才能够传福音 天国的钥匙带着第三件事情 就是有捆绑跟 释放的权柄 我们来看经文好不好 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 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翻译 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翻译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钥匙的原文 他除了钥匙之外 它是一个途径 也就是说 透过这个 他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经文里面 他说你捆绑 你就 天上就捆绑 这个捆绑的意思是 原来的意思是 no 禁止 来跟朋友说禁止 你禁止的 天上就禁止 你pass 你允许的 天上就允许 这句话应该要导过来说 来注意看我 应该是说 我认识耶稣 我现在领受彼得的祝福 我认识耶稣是基督 所以我做的决定 我说出的话 来看我 我说出的话 是因为天上 此是我的 你能不能换一个方式 天上要禁止的 我就 禁止 天上要释放的 我就 你说出 上帝要说的话 我就奉主的名祝福你 有撒母我的恩高 这一辈子 说出来的祝福 没有一句是落空的 Amen 带着天国的权柄 带着钥匙 来 我们最后来看 往下 读到十八节 一起来 预备 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马太福音前面 耶稣是对着彼得说的 而在十八章的十八节 耶稣对所有人说 所以让我来告诉你 不单是彼得有 彼得只是第一个拿到的 而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 只要你是耶稣的门徒 只要你是跟随主的人 你身上带着这个权柄 耶稣说了 各位每一个人 他说什么 你在天上捆绑的 地上也要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你需要知道 当你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 往下看 你要能够明白 上帝的心意 说出上帝要说的话 做上帝要做的事情 你就会进到 你钥匙拥有者 好来看我 我们要知道钥匙是谁的 耶稣的 对不对 耶稣交给谁 先是交给彼得 现在在我手上 Amen 现在在你手上 要打开天国的门 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 我们要来祷告 打开天国的门 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耶稣来到世上 他的重点 是给我们救恩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他让我们了解 天国的习惯 所以他把天上的国度 带到地上 可以了解吗 天上的国度带到地上 他最终的目的是 要让这属撒旦世界翻转 所以耶稣把天国的钥匙 拿给彼得 天国的钥匙有哪个功能 有捆绑跟释放 所以彼得往下 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要来学习 拿天国钥匙的人 也需要经历捆绑跟释放 这个钥匙 就只是一个装饰 我在这里告诉你 它没有任何神奇的功用 但它可以提醒你 时时刻刻提醒你的身份 原来我是天国的子民 我带着钥匙 只是我从来没有开关 我从来没用它 而现在我要开始拿着这个钥匙 我要开天国的门 我要关上阴间的门 我要进到里面去跟阴间 跟黑地医师说 这些人我要拿走 我要带走 因为他们是属上帝的 可不可以开始行使 这件这个权柄 开始跟我一起 开始跟着主一起来建造教会 因为我要告诉你 跟阴间的权势争战 你靠的是上帝的权柄 不是靠血气 不是你跟他邀请 不是你请他吃饭 他就会信主 你要依靠上帝的权柄 带着天国的钥匙 开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来做主的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